你好,Dominic 你好,Marco Dominic,你做過這麼多客戶 很多老友記 有哪些個案令你特別特別印象深刻? 我最有印象深刻 其實就是有一對夫婦 原來老公在六十多歲的時候 已經患上了嚴重認知障礙症 但太太原本去了外國生活 但因為要照顧先生的關係 所以特意在外國飛回來香港照顧她 不過她的嚴重認知障礙症 已經是去到九年以上 再這樣下去真的燒著自己的老本 所以她就找我去問一問 究竟她可以怎樣配置資產 申請到長者生活津貼 因為她老公躺在資助的老人院裡面 都已經九年 幸好都是資助的老人院 都是花每個月四千多元左右 如果有長者生活津貼去頂一頂的話 那就會好很多 但真的不知道她還有多長命 躺在老人院裡 所以原本結婚的時候 答應我想養你一生一世 但反而是調轉 是作為老婆的 要養老公一生一世 又不知道她何時拜拜 這個案件真的令我印象很深刻 有時男人真的未必可靠 可能一份終生年金 比男人更加可靠 就算男人再可靠 有時認知障礙症 病這些事情都避免不了 再可靠都沒有辦法 我一定不會病的 資產超標 申請不到長者生活津貼 Project Umbrella 隆重呈獻 總想退休收入保障 我是Living 退休更安心安定安穩安樂 這個電話